QQ彈彈又爽口,很有韌性 好美啊!QQ彈彈 跟着Miu Ma的步驟来做,一定没有走鸡 是不是很弹啊?我好喜欢这些口感啊 今天做一个粉丝叫名的桂花椰汁千层膏 这里是5克的干桂花,我们来煮一个桂花糖水 桂花是很辣的,我们用清水来冲多几次,冲走灰尘 最5克细干净的桂花,900克的清水 再加150克的片糖 我们开大火煮沸 桂花糖水煮沸了,糖也融化了 我们现在盖上去烤10分钟 让桂花还没烤出来,关火烤就可以了 趁现在烤着桂花,我们先调白色这一层 我们今天用到250克的马蹄粉 将250克的马蹄粉分成150克和100克 剩白色那一层,我们用到100克这一份 现在加200克的顺牛奶,一罐400毫升椰浆 糖加60克,我喜欢用链奶来代替 如果没有链奶,也可以用白砂糖 白色这一层,搅拌均匀,因为会有杂质 搅拌匀会更加顺滑 而且白色这一层是不用煮生熟漿的了 因为它已经够浓稠,就不会分层了 白色这一层很快就调好了 我们这个桂花糖水也搞定了 已经焗到出了味道了 我们倒400毫升的桂花水,稍后我们放冷 这400毫升的桂花水,我们要放冷 这剩下500毫升的桂花水,我们就继续保温 待会我们用来调生熟漿 放冷的桂花糖水,就可以倒入150克的马蹄粉里面 把它搅拌均匀 记得搅匀之后,要搅拌一下 锅里面的桂花糖水也重新煮沸了 我们现在倒两壳的生姜 搅拌一下 将它煮成酸奶状的熟漿状态 这碗熟漿稍微放两分钟 就可以慢慢倒入这碗熟漿 一边倒一边搅拌一下,充分地搅拌均匀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生熟漿状态 蒸出来就不会分层,也不会出水 两碗熟漿都调好了,就可以开始蒸了 要滚水落下,第一层才蒸黄色桂花浆 带火蒸3分钟,3分钟到 它会蒸到透明,我们就加第二层椰漿 一层椰漿,一层桂花浆,蒸到没有就完成了 同样是大火蒸3分钟 完成了,哇,多漂亮 我刚才不记得再拍最上面那一层给你们看 我们最上面那一层和最下面那一层 都要用到桂花黄色的一层漿 这样做出来才漂亮 照够要放冰才可以切 终于都放冰了 我们这些马蹄糕不用拆底油 轻轻一推,整块都可以拿出来的 你看,QQ弹弹的 切开给你们看一看 浓郁的椰汁味,淡淡的桂花味 这个桂花千层很清香 嘟嘟嘟嘟 哇,超香啊 好漂亮啊,这个 上次的好看,我们第一刀不要 然后把它切成一个轮型 哇,是不是很贺? 我好喜欢这些口感啊 将在自己家里吃 其他这些就分四袋 分给亲戚朋友吃 每次做的糕都不够分的 够够够吃 哇,桂花扣啊 很清香 这个死心没那么腻 甜不腻那种 还有少许清香 好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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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